日本自民党议员片山高岳在本周二受访表示 在日本当局企图将东京打造为全球金融中心的规划下 日本正打算吸引香港的金融等专业人才 中兴通讯为中国5G通讯设备国家队成员 本周和华为双双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正式认定为美国国家安全威胁 美机被禁止使用联邦政府的偏箱网络资金来采购其设备 根据中媒报道 中兴通讯股票近期遭到控股大股东大幅减时抛售 已被套现约43亿元人民币超过182亿元台币 美国国防部日前公布华为海抗威视浪潮信息 在内的20家与共军有关的中期名单 英特尔一规定日前对中国伺服器销售数量第一的浪潮信息予以断供 消息一出 过去两个交易日浪潮信息在中国的股价大跌 瑞典第五代行动通讯基地台设备商爱立信官网公布 现阶段已拿下95个商业5G合约 超越华为成为全球5G商用合约数量最多的供应商 法人认为爱立信5G合约订单大增 其主力策略合作伙伴广达声达科受惠大 新唐人野害电视整理报道